大家好,這是一台在測量身體的抗氧化指數 只要兩分鐘手放在那個漆漆上面 就可以馬上知道你身體的抗氧化的能力好不好喔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就把手放在那個漆漆上面 先壓下去嗎? 對,要壓上去 壓上去之後要按那個那邊 要按一下確認鍵 按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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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按 好,那要下去的時候呢 就是,呃 就可以輸入呢 個人的一些資料 來,我們來問一下 就是出生年月日 好,那如果沒有回答的話 我們就不要,就隨便 可以不用回答 我們就把它輸入,沒有回答 那呢,有沒有抽菸呢 沒有 好,沒有抽菸 好,那有那個嗎 就是,有吃生海魚有的習慣嗎 沒有 好,那就是沒有 那,呃,有在吃老健皮嗎 沒有 沒有,好 好,那你有吃過乳配嗎 沒有 就是我們的綜合維他命 沒有 好 所以你都沒有在吃其他的保健食品 很少 很少 好,那目前有吃什麼保健食品 嗯,最近 最近,最近有在吃酵素 酵素 所以是,一天幾次 沒有吃 沒有,就是想起來的時候吃 想起來吃,就不定期就對 嗯 好,那你平常的,你的手握起來 這邊的手握,握起來 對,握住 這樣子的話 你一天吃幾個拳頭的蔬菜跟水果 嗯 我是吃素食的,每天都吃 對,大概幾個拳頭 大概,總有五六個吧 五六個,好 嗯 那你的那個數字已經出來囉 嗯哼 就是三萬五 三萬五 嗯哼 對,可以幫他盤一下照 嗯哼 好,三萬五 那我們呢,以正常來講喔 你的手可以拿開,已經測好了 嗯哼 就是我們正常要在藍色的區塊會比較好 嗯 就是大概要五萬以上 嗯 就是身體的防禦能力比較健康 嗯哼 那如果說,越來越低的話 就是越不好 就是如果一萬多 嗯哼 這個紅色區塊就是 代表身體抗癌化能力 嗯哼 就是越來越,就是比較差一點 嗯哼 對,那 那 那剩一台吸氣呢 可以測我們身體防禦能力好不好 以外,它可以測我們在平常在吃營養補充品 到底對我們身體有沒有效 如果我們測營養補充品啊 如果它真的對我們有效的話 我們的健康指數呢 就會達到這個藍色的區塊 嗯 所以也可以做 做一下標準 就是可以去做測量的標準 嗯哼 嗯哼 了解 那 你要跟它一起拍一下 那 你可以跟這個數據可以一起拍 對 對 啊 下一個 好美喔 等一下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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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謝謝 好 我們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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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